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习近平的资讯减防只会伤害他自己 股息股票不再是他们曾经的可靠投资方式 由于高利率使债券和定期存款更具吸引力 苛刻、高福在他作为大满贯冠军的第一场比赛中 晋级中国公开赛 等等 请大家收看 习近平的资讯减防只会伤害他自己 德国之声中文网 世界报撰文指出 中国前外长和现任国防部长离其失踪 最终只会在习近平周围建立起一个资讯减防 而这会增加决策者做出错误决策的风险 难得意志报调查分析 为什么中国大型传播集团的子公司 会对收购德国小型燃气轮机企业产生兴趣 适用于军事用途 还是未了在冲突时刻拿捏西方 几个月来 中国前外长秦刚 国防部长李尚福和解放军火箭军司令都离其的人间蒸发 有关中共正在进行党内清洗的猜测与日俱增 德国世界报发表分析文章指出 如果这些猜测属实 那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短期内加强其权力 但从中期来看 他只会损害自己以及他的独裁政权 文章写道 专家们认为官员更换的越多 习近平的政府就越像一个由忠诚的唯唯诺诺者组成的资讯检防 这会对中国造成损害 但这也是自毛泽东以来最有权势的人 习近平巩固权力的标志 秦刚、李、尚服二人都是习近平亲自挑选的 他们被视为习近平的心腹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授和中国研究院主任曾锐生说 秦、李都是习的党羽 习不得不处理他们 这让习十分尴尬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研究员蔡志祥 James Chan说 这一行动也清楚地表明 习近平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巩固了自己的权力 所有的下属都可以换人 文章写道 曾锐生说 把最高领导层变成一个资讯检防 只会导致没有人敢对习近平的路线提出批评意见 最终犯下政治错误 他说 这终结了习近平上台之前 中共延续了20年的做法 及最高领导层闭门辩论 从而避免出现重大政策失误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林登 詹森公共事务学院的副教授 格雷腾斯·Shenichesnet-Greitens说 如果习近平任命的那些人 觉得自己必须要说习近平想听的话 那摩颇具讽刺性的一幕就会发生 习近平很可能对这些人和他们提出的建议 都充满不信任 这将增加中国从国内政治到外交政策 军事规划等一系列问题上 做出错误决策的风险 文章最后写道 公众不太可能知道 中国的部长们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显而易见的是 中国及其领导人习近平的决策 正变得越来越不透明和不可预测 德国奥格斯堡的引擎制造公司 曼恩能源方案 Man Energy Solutions SE 打算将燃气轮机业务 出售给一家中国公司 专家们担心燃气轮机可能被用于军事目的 而且重要的技术也有可能被转移 签署购买协定的是中国传播集团有限公司 下属中传重工龙江广汉燃气轮机有限公司 中国媒体报道称 龙江广汉是中国传播集团第70三研究所专门从事中小型燃气轮机产业的子公司 致力于构建研发 生产和全寿命周期服务一体化的中小型燃气轮机产业体系 南德意志报发表的一期相关文章中引述了解这桩收购案的匿名人士的一律表示 可以把这样一项业务交给一家中国国有企业吗 最让人头疼的是 从广义上讲 这项技术也可能被中国人用于军事用途 根据一些技术知识 这些燃气轮机甚至可以安装在现代战斗机的发动机上 除了一些细微的差别之外 技术基本都是相同的 除了军事用途 维修业务利润丰富 对买房来说也是吸引人之处 南德意志报的文章写道 批评意见认为 维修可能会出现问题 内部人士警告说 未来一旦西方与中国发生冲突 行动价可能会拒绝维修这些机器 德中两家企业达成的交易 还包括未维持五年在奥伯豪森 Oberhausen和苏黎市的生产基地 那么五年后呢 文章写道 纳恩能源方案一名前管理层职员 今年三月曾致信给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 和基民盟主席梅尔茨 信中称纳恩能源方案 准备向中资企业出售燃气轮机业务仪式 在公司内部引起争议 这位前员工表示 最新的燃气轮机系列 是基于多年研发的尖端技术 出售该业务及相关权利后 中国买家在技术上将获得飞跃性的发展 此外 该技术还可用于经济和其他方面军事 因此 他呼吁所有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决策者 都应该禁止这一出售计划 为什么中国大型船舶企业的子公司 要收购德国小型的燃气轮机制造企业 曼恩能源方案为什么又会选中中国买家 文章写道 有一个答案很简单 据说能找到一个有兴趣的买家就不容易了 阿联酋贾伯表示 石油和工业公司将在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 承诺减少碳排放 路透社 根据气候峰会主席苏丹 阿尔贾贝尔的说法 超过20家石油天然气和重工业公司 已承诺在即将举行的第28届联合国气候峰会上 减少排放 上周日 来自水泥和铝等行业的60多名高管 在阿布扎比会面 商定在下个月的联合国会议前 采取措施减少碳排放 尽管贾贝尔没有提供措施或涉及公司的详细信息 但他表示这些措施将是透明和可衡量的 并在承诺完成后公布公司名称 科科 高福在他作为大满贯冠军的第一场比赛中 晋级中国公开赛 CNN 科科 高福在中国公开赛上成为大满贯冠军后 赢得了他的第一场比赛 高福在北京以7-5 6-3击败了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娜亚历山德罗瓦 尽管他承认自己状态不佳 高福在第一盘比赛中以4-0领先 然后亚历山德罗瓦反击将比分追平 但高福保持冷静并赢得了这一盘 第二盘对高福来说更加顺利 他在整个比赛中保住发球局 并在3-2时取得了关键的破发 高福现在将在第二轮面对克罗地亚的佩特拉 马尔蒂奇 乌克兰最新消息 欧盟外长在基辅会议上表达支持 日经亚洲 乌克兰战争继续升级 双方加大攻击力度以争夺争议地区的控制权 欧盟外长们在基辅举行了他们在欧盟以外的首次会议 以表明他们的支持 此前亲俄罗斯候选人在斯洛伐克赢得选举 美国国会在其支出法案中排除了对乌克兰的战争援助 俄罗斯在乌克兰南部赫尔松地区的炮击导致至少一人死亡和六人受伤 乌克兰总统弗拉基尼尔泽连斯基表示 尽管美国国会没有提供援助 但这并不会削弱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抗争 乌克兰国防部长鲁斯特姆 乌梅罗夫在与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 奥斯汀的电话交谈中得到了进一步军事援助的保证 韩国华兵选手提前出局 导致团队失去金牌 澳洲ABC 韩国华兵运动员郑哲元在亚洲运动会上 由于在3000米接力赛中过早庆祝 导致他的团队失去了金牌 当郑哲元接近终点时 他放慢了速度 举起了双臂 结果被台湾选手黄玉玲 以0.01秒的微弱差距超过 黄玉玲在前一天的男子1000米短跑比赛中 被取消资格 最初并没有打算参加接力赛 台湾队还在女子3000米接力赛中获得了金牌 韩国男性年龄在18至28岁之间的人 必须服役18个月至两年的兵役 不满的哈登在76人队的媒体日上没有露面 交易要求后的训练营状态不明 多轮多星报 费城76人队后卫詹姆斯 哈登缺席了媒体日 他在训练营的身份尚不明确 因为他继续寻求交易 哈登与76人队的关系恶化 原因是他对球队总裁达里尔 莫雷发表了一些评论 称他是个骗子 莫雷表示 球队对待哈登的方式与其他球员一样 并期望他参加训练营 但也表示球队正在与他的代表解决这个问题 哈登是一位十次全明星和联盟顶级球员 但他似乎决心离开76人队 拜登的海湾盟友希望与美国达成坚不可摧的安全协议 以下是可能的协议内容 CNN 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已要求拜登政府与他们正式建立广泛的军事关系 因为华盛顿对中国在中东地区日益增长的角色感到不安 这两个国家要求华盛顿提供更多安全支持 并且都表示他们的选择并不仅限于美国 要求建立正式安排 为海湾国家提供安全保护 并使美国在面对军事攻击时保护他们 已成为与美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不太可能扩大一项 可能使其在中东冲突中陷入困境 并需要繁琐的立法批准程序的全面安全协议 而在沙特阿拉伯因其人权记录而不受欢迎的国会中 这一点尤为明显 在海湾国家中 巴林是第一个在2002年被宣布为重要的非北约盟友的国家 该国是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驻地 塔塔尔是美国中央司令部的所在地 去年被列入该名单 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可能正在要求签署一项 未似于日本和韩国签署的全面条约 欲望都市重启使Manolo Blanek的利润翻了两番多 英国每日电讯 豪华鞋品牌Manolo Blanek报告称 其利润翻了三倍 这得益于其Henisee鞋的强劲销售 这款鞋曾被沙拉 杰西卡 帕克饰演的角色Carrie Bresha在欲望都市中穿过 该公司表示 2022年销售额非常强劲 增长了69% 达到创纪录的1.18亿欧元和1.26亿美元 该年度的税前利润为2200万欧元 而2021年为660万欧元 Manolo Blanek协与这部电视剧有着长期的关联 该品牌此前曾将其归功于推动其事业的因素 该公司还将去年的成功归因于疫情限制的结束 以及婚礼和活动的激增 然而 该公司警告称 由于高通胀和全球经济放缓 2023年可能会是一个较为困难的一年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你们的忠实观察员和简报主持人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一些有趣的新闻 首先 我们谈谈中国的政治动态 最近 中国前外长和现任国防部长离奇失踪 引发了各种猜测和揣测 有人认为 这是中共内部进行的清洗行动 并指出 这将增加习近平做出错误决策的风险 世界报更是指出 这种频繁的高层更换 将使习近平周围的政府越来越像一个 由忠诚的唯威诺诺者组成的资讯检防 这对中国来说是一种损害 但也有观察家认为 这是习近平巩固权力的标志 并且他已经成功地将所有下属都换成了自己的人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德国的经济动态 德国一家引擎制造公司 打算将燃气轮机业务出售给一家中国公司 这引发了对于这笔交易可能带来的影响的一些担忧 有专家担心燃气轮机可能被用于军事目的 并且重要的技术也有可能被转移 这对于德国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因为他们不希望自己的技术被用于不当用途 此外 还有人担心在未来的冲突中 中国买家可能会拒绝维修这些机器 这将对德国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阿联酋的气候变化行动 阿联酋表示 他们的石油和工业公司将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承诺减少碳排放 这是一个重要的举措 表明阿联酋对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 虽然具体的措施还没有透露 但这将是透明和可衡量的 并且在承诺实现后将公布公司的名称 这将有助于推动全球的气候变化行动 并减少碳排放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体育界的新闻 在滑冰比赛中 韩国选手郑哲源由于过早庆祝 导致他的团队失去了金牌 这是一个令人惋惜的错误 但也提醒我们在运动中保持专注和冷静的重要性 运动是一个需要纪律和耐心的领域 每一个细节都很重要 最后 我们来看看时尚界的新闻 欲望都市的重启使Manolo Blanick的利润翻了两番多 这款鞋在剧中被沙拉 杰西卡 帕克饰演的角色 Cary Bradshaw穿过 因此他在时尚界的知名度非常高 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展示了娱乐产业对时尚的影响力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总结 我们一起看了中国的政治动态 德国的经济动态 阿联酋的气候变化行动 体育界的新闻以及时尚界的新闻 我希望这些信息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视角和思考 现在 我邀请大家参与讨论 请问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dobreat.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